结果他们在开的标案 是要政府官员要去做标案 要人来帮交通部经营小红书 拿出交通部的最新招标文件 立委徐晓鑫质疑 民进党政府分明双标 一天到晚告诉我们说 微博很危险 微信很危险 小红书很危险 实际翻开这个由交通部观光署 委托经营的微博账号 从多年前都有定期更新台湾的旅游资讯 在马英九执政时期 2011年开始 在标案里头要求用微博的平台 在2014年马英九的时候 在标案里头要求可以用微信的 所以现在的政府是援引过去的标案的执行方式 知识蓝银也质疑我方 基于对等原则 目前无论是大陆团客或自由行 至今未开放啊 这份标案的旅游地点在大陆地区 来因质疑陆资厂商能否投票 交通部应该说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口中是抗中保台 而生活是赚人民币 那它那边单位呢 它可以符合例外呢 它要跟这个资产厂申请 然后可以使用 但是这个使用还是有限制 这个限制我记得是一些 跟影音有关的限制 律令认为交通部确实要说明资安疑虑 但在此之前蓝绿先启动双标攻访站 TVBS新闻 红富华 刘丽辰 刘婷婷 特别不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